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越来越多大家想象不到的症状 我们来听听这个CNN确诊的男主播 怎么形容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症状 102,103,103+, that wouldn't quit and it was like somebody was beating me like a pinata and I was shivering so much that Sanjay's right, I chipped my tooth these are not cheap, okay I'm telling you I was hallucinating my dad was talking to me I was seeing people from college people I haven't seen it forever it was freaky what I lived through last night and it may happen again tonight doctor says it may happen like five eight times 四肢抽搐 而且还会看到已经去世的爸爸 会有幻觉发生 不过我们来看到日本有个20多岁的上班族 他是怎么发现自己生病的呢 他跑去拉面店吃拉面 结果他尝了一下之后觉得说 奇怪了 这拉面看起来还是色香味 就像很可口的样子 但是怎么吃起来 这汤的味道跟他原本的感觉不大一样 觉得这面味道怪怪的 因此他就特别跑去看医生 接受筛检 结果果然他就确诊了 你看看 吃拉面的时候味道完全不一样 这代表他的味觉是已经出现了问题了 那么另外来看到的是板神虎的头手 藤浪靖太郎 那么也传出他发觉自己的嗅觉和味觉 都有异常的情形 因此他有警觉性 赶紧去筛检 结果也已经确诊了 我们想请教一下这个理事长 其实你看看到 我们大家都没有想到 这个新冠肺炎病毒 不是肺炎病毒吗 但他会出现的症状 似乎是越来越多了 刚才CNN主播说 他会觉得出现幻觉 他会站头抽搐 他会咬到他自己的牙齿 然后刚刚你看到好几位是 失去了味觉跟嗅觉的 然后昨天新增了 实例的确诊病例当中 有三个人腹泻腹痛 所以拉肚子也是 这个新冠肺炎的症状之一 有可能吗 这个我们要把那个 嗅觉跟味觉 还有那个神经的症状 跟那个所谓的 腹泻的症状要分开来谈 我们知道这个嗅觉跟味觉 其实解决了一个 我们长期以来 观察新冠病毒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盲点 什么盲点呢 我们看这个病毒 这个病毒基本上 看传染的话 它这个上乎一道感染 这么快 跟流感一样传得这么快 这个上乎一道感染 可是我们在最早的研究里面 最早的那个 就是从那个 在武汉做的一个研究 41个病人的观察 发表在柳约刀的上面 一个研究 告诉我们说 这个病人跟SARS 最大的不同 就是没有上乎一道感染 所以我们在你看 台大公共温存学院 他们做的一个 筛查的一个表里面 也告诉我们 你有上乎一道感染的症状 比较不偏向是新冠 没有上乎一道感染 你是下乎一道感染的症状 咳嗽呼吸急促 比较偏向是一个什么 比较偏向是一个 一个新冠病毒 可是现在的话 终于出来了 上乎一道症状了 你看嗅觉味觉 嗅觉味觉是上乎一道 原来这个病 它的上乎一道感染 就是嗅觉味觉的消失 它不是像我们感冒一样 鼻塞流鼻水喉咙疼疼 不是这回事 所以它这个是它的症状 那另外脑部的症状 跟我们的腹泻的症状的话 基本上是出现比较 应该是出现在比较的后期 因为这些东西的话 是表示这个病毒从灰道 它扩展到全身去了 这个扩展到全身去的话 基本上它会到很多地方去 这个是病毒的特色 不是只有新冠会这样子 所有的病毒都会扩展到全身 它有的上头的 有的上到这个肠胃道 变成腹泻的 所以这个东西基本上 比较偏向于 它可能即将变成重症 或者是经过重症的一个过程 但是嗅觉跟味觉 基本上是上乎一道的 所以它们是出现在 疾病的早期 你看那个吃辣面的 它有病怎么会去吃辣面 没病才会去吃辣面 对不对 所以吃了以后 嗅觉跟味觉消失 所以这个症状 基本上我认为 不是侵犯到神经的 而是侵犯到 它是下辉到那个器官 嗅觉器官跟味觉器官 所以它这个东西 基本上味觉跟嗅觉消失 是暂时的 两三天以后就好了 如果真的上到神经的话 可能会时间会拖得更长一点 但是接下来如果出现了这几个 我们刚刚提到的症状 可能心里要有警觉性 对不对 如果你是这个嗅觉跟味觉消失 那有可能要去筛检了 甚至是拉肚子都要留一个心 再继续观察一下 看看会不会有可能 其实是得了新冠肺炎 对 这个在医生也要小心 看到这些东西要记得 你要去筛查 然后另外在病人 我们也需要他自己有个警惕 能够多筛查一些 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新冠肺炎病毒的疫情 现在真的是影响非常的广泛 而且看不到镜头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 全球的经济才会复苏 所以各国现在都在非常努力的 要来振行经济 我们来听一下 这个昨天的纾困2.0方案 大家怎么看 就是你消费 我来折扣回馈 那这个部分来说的话 我们会来透过平台来协助 那每人每业 那上限了一千年 我觉得他这一点好处是 给一般的那种中小企业 或是店面 我觉得这样比较好 受众会 补助到的会比较多 我觉得如果用在 比如说像全年那种日常用品 就会蛮实用 对啊 所以我觉得 实用性就没有那么高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纾困2.0的方案 跟世界各国来比一比 美国是成人发一千两百美金 大约是三万六 十六岁以下是五百美金 大约是一万五台币 新加坡是发五百五十新币 五百五十亿新币来振兴 那么另外来看到的是 日本是每一户要发放 二十万日元的现金 等于是台币五万六千块 而香港还有澳门 都是发给大家 这个大约是呢 这个一万元的港币 或是一万元的这个澳币 每一个人都可以拿到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台湾了 台湾呢 现在说是一兆户台湾了 那么先前的这个 振兴底用券 讨论很多了 大家都说好像不是很好用 那么现在又要推出的 这个叫做 酷碰折扣券了 好如果呢 你去消费的话 就可以享有百分之二十五的折扣 每人每个月 上线新台币一千块 等于你要先花出去四千块 才能够拿到这一千块钱的补助了 孟凯怎么看 是我真的很想问政府 奇怪耶 是不是大家现在就是放廉价期间 这些政府的高官 大家都在家里 想说居家隔离也好 还是说这个在家这个研究也好 又马是振兴底用券 又马是酷碰折价券 我对于这个名词 我这一点都没有兴趣 我也不想要知道说 到底你讲这些名词 讲得天花乱脆 但是实际上的内容比较重要 牛肉比较重要 我先讲说 之前那个振兴底用券 我们那时候就一直要求说 你不要限制太多 因为很多的商家业者 可能现在都是苦称 用力的在称 真的都是 吃吃都没够 还想要打汗 但是那个时候经济部告诉我们什么 要发四张券 还要到外面住 住的时候你才可以发这个四张券 四张券每张券200块 总共800块 分别用在四个不同的地点 那就希望是说 用这样的方式去刺激消费 可我们想 你如果说真的撑到说 所谓的疫情趋缓的时候 那可能是三个月过后了 三个月过后 还有多少商家业者可以存活下来 我就讲一个最简单明显的例子 很多人廉价的时候 都想要出去走走 或者说去看场电影来慰绕自己 但是大家知道吗 在这段时间 光电影院的这个票房 美国的一个数据 真的是让他触目惊心 去年同期三月份 是两亿美金的票房总收入 今年同期只剩5000美金 相差这个是天狼之别 所以换句话讲是说 美国如此 台湾也是如此 就是整个商圈 整个商业的一个经济规模 全都已经shut down了 现在我们再来看到 你现在要用所谓的行动支付消费 你又要享有什么25%折扣 每个人每个月再上限1000元 你不觉得这真的蛮复杂的吗 还有再来 刚刚有个妈妈说 超市不能用 我觉得不好用 对 还有就是刚刚这个主持人 讲的非常重点 因为我今天也受访的时候 也有讲到 有些记者开始去盘点 开始去了解 发觉是说一般的平台 或是消费市场 我们平常一般人 比较习惯的这些地点 不能用 那换句话讲是说 你在这中间里面 有没有所谓的 图利特定平台的问题 那还有如果说 一般我们常常使用 常常消费的一个地点 都没有办法使用的话 那会不会让增加民众 使用的困难度 进一步让大家不想使用 最后我们只讲 你看美国 日本 香港 新加坡 这几个算是我们可以学习 效仿的国家 都大大方方的发出 所谓的振兴 现金或是振兴的额度 让大家来去做使用 或者是 其实也不要想使用 就先撑过这一段 让大家因为 大家现在商业都没有生意 都没有这些经济活动了 至少你可以度过 这一段疫情期间的难关 可是你现在经济部还想着 是要用这一点小钱 来去让大家去消费 某种程度上 如果你这样子来使用 只会增加防疫的困难 说不定还会增加防疫的破口 我要先花4000块 才能拿到这1000块的coupon 所以我要有4000块 可以拿到出来 对不对 所以会不会有些人 连4000块都拿不出来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现在世界疫情 真的是有一点点严重 尤其是在意大利 其实情况真的是 相当的严峻了 因此来台湾长期奉献的神父 也感谢台湾的帮忙 想要知道 现在的状况是现在的状况 有六十多個醫生 有五十個神父 為了接近這些人 他們到這個邊 那个医生不怕还是去为这些人服务 结果被转让也死掉 很多意大利的神父早年来台湾牺牲奉献 他们现在希望台湾他们的新故乡 可以帮帮他们的老家 那么其实我们也看到台湾有很多人捐献了 但是我们要请教一下风哥 你知道吗 其实现在大家就是说资源这么样的缺乏 地球村大家要互住是没有错 可是大家都在等 就是这个希望什么时候才会出现 好 就有这个大陆的医生认为 美国可能四月中可有机会可以出现拐点 不过美国副总统自己没这么乐观 他认为可能要到六月看能不能够有转机 但是其实也有新加坡的学者没有这么乐观 新加坡学者说下一波疫情又会转回到亚洲来了 因为日本跟印尼看起来都很危险 我们从武汉封城开始算 1月23号封城 可是他从1月23号一直到2月中 换句话说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都是非常恐怖的一个阶段 那换句话说 川普他在这几天他说 未来两周惨如地狱 这可能是川普少见的讲真话 但是这个少见的讲真话也代表什么呢 美国的疫情如果说川普讲说这个复活节要去教堂的话 那这个真的是空话绝对是不可能 就是说未来的两周惨如地狱的话 美国的疫情会非常严重到 甚至于呢会他的整个整个状况呢 根本没有办法控制 这个联合国秘书长也说啊 这是二战之后最大的危机 我举个最最简单的例子 大家都知道罗斯福号 罗斯福号的舰长被fire掉了 为什么被fire掉 理由是说你泄密 可是真的泄密吗 大家知道他有美国有12条航母 我们晓得海军是一个国际兵种 换句话说美国的12条航母 除了维修之外 其他所有的航母 全部是在中东地区 欧洲地区 亚洲地区 全球各地巡逸 那我们晓得 这一条罗斯福号 为什么会染疫吗 这边有个照片 就是他们访问越南的一个照片 有人 他们就说都是越南 都是越南 美国起先推说 就是中国病毒害我们的 然后罗斯福号 他又说都是越南害的 那好 另外12条航母 现在问题来了 这一个罗斯福号的舰长被fire掉 原因是不是 另外11条航母也非常危险 如果美军都非常危险 大家想想看 花两个月的时间 要把美国的疫情控制下来 这样的一个梦想 是不是能够实现 如果美军都已经得到命令说 60天内不能动 可是60天内就算通通不动 12条航母 其中11条 如果上面也有非常严重的疫情呈现的话 要怎么解决 要怎么面对 我觉得美国真的待机大掉 所以接下来6月疫情要拐点 可能是太过乐观了 是不是 的确啊 就是说现阶段 如果说不好好的去严控的话 美国的疫情真的是一发不可收拾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你看看 ETA 上回是号码 也之后 还有 thank you 是